台湾好行东部海岸线 台湾好行东部海岸线 接送旅客前往台东海岸线上的主要观光景点 不想长途驾车 参加旅行团出游的旅客 搭乘台湾好行东部海岸线 是最适合轻松出游的好方式 也正响应了节能减碳的旅游新风潮 台东火车站是台湾铁路管理局连接台东线 东部干线以及南回线的主要时发站和终点站 游客亦可在此搭乘台湾好行 哇 这里就是小野柳啊 好美啊 提醒大家 小野柳地质公园 现已更名为东部海岸富岗地质公园咯 位于台东市北边六公里处的小野柳风景区 这里临近富岗渔港 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最南端的风景据点 以丹鞋籍 蜂窝盐 豆腐盐 以及殉状盐等 各种景象齐立的海石景观著称 宛如天然雕刻公园 造型多变 酷似北海岸的野柳 婴儿得名小野柳 天气晴朗时 遥望东边 还可以清楚看到三十二公里外的绿岛 是坐卧镜丝 观海亭桃的好去处 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晚上东莞处会在此举办夜房小野柳活动 带旅客天文观星 介绍海岸地质特色植物 以及观察寄居蟹生态 精尊可俯看海岸全景 包含精尊渔岛 白沙湾海滩 以及附近的山剑沙谱 让秀丽的景色完全尽收原点 而这里比台湾唯一正在形成的陆连岛文明 看似紫杯形状的海湾 顾群为精尊 哈姆族民族中心位于东莞树多立处本部旁 占地约两公顷 远区中设有户外表演广场 可供两千人观赏的户外探台 设建体验区 阿美族传统家屋等 目前由阿米斯卡跟乐团经营 让游客前来当神射手 DIY制作阿美族串珠 传统乐器排第一 或是欣赏阿美族传统歌舞表演 不仅成为体验阿美族文化的好去处 也是亲子景点游乐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阿美民族中心了 先来看表演吧 阿美族中心 看完表演后可以前往都立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内除了旅游资讯之外 还有东海岸的主题特展 在户外还有大地艺术节的装置艺术作品 真是太棒了 位于本站的多立游客中心户外广大的草原 错落有致的摆放每年大地艺术节的作品 在绿地与海洋的衬托之下 不仅适合在这里作者体会台东的悠闲 也可以来这边演餐 享受东海岸迷人的风景 是历年来举办月光海音乐会的地方 而游客中心内部亦有主题特展 非常适合亲子一同玩乐 台11线上最大的鱼缸小镇 城宫镇 一山靠海的美丽环境 太平洋吹拂而来的海风 在港口 巷弄 小店 海浪 市场 日常生活里 仿佛时光在这里暗而暂停 不舍离开 来城宫镇必吃就是各式各样的海鲜料理 清鲜又美味 单纯的料理就会让人难以忘怀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参观 有着城宫镇90年历史的日式老屋 他的故事是从监工圣太郎的故居 到高安医院以及现在的咖啡厅哦 到了台东知名景点三仙台 这里有许多传奇故事与特殊景观 让我带你们来一探究竟 三仙台由离岸的小岛与珊瑚礁海岸所构成 岛上骑石分布 其中有三块大块巨大的岩石 传说旅洞兵 李铁拐 和仙姑 曾东宁其岛 因而得名 民国76年完成八拱跨海护桥 桥长320公尺 桥上阶梯也有320间 宛如一条巨龙 俯卧海上长龙卧波 气势壮观 已成为东部海岸线著名地标 散步到台湾历史建筑 白景之一的东河桥 不时会看到猴子穿梭年间的身影 丝骨望远 马舞枯西出海口 实在气力自在地享受 多兰唐厂城 城市台湾人间经营的 红堂制造层 人民国发行为 结束营业生长后 在台湾县政府托导下 积极地转型为 多兰唐厂文化园区 将形式空间转化为 艺术家合力经营的 艺术园化园区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充满意味气息的空间 提供地方部落 文化艺术团队里出从地 这里也成为 东台湾艺术工作者 张刘和展演 未来还有许多 可以开发及经营的空间 沟渠旁边并有 快刻着奇观的石碑 水往上流的原理 是由于灌溉沟渠的 动线 大致和下部的公路平行 倾斜度大于 一般人站立的地面 因观看的人们 受到周遭许多 大地形标的屋的影响 感觉沟渠的水流 是缓缓向上 造成水往上流的 视觉错觉 当旅客连着道路 愉快看时 仿佛水往上流一般 是个相当神奇的 地理景观 迦洛兰拥有一大片 宽广的草坪 休憩凉亭 解说站 以及观景台 不但提供了 东海岸旅行的 最佳休息站 这里美丽的海岸景观 与读书一格的装置艺术 成为热门的拍照景点 女人们可在海边散步 听浪声 吹海风 一边迎着 何须阳光 度过悠闲时光 台东火车站 车站广播用原住民语播放讯息 车站内处处摆设着原住民的木雕创作 可以感受到东台湾的悠闲 以及乐天自在的原住民文化 此外还有一些台东的伴手礼店 大家不妨可以选购回去馈赠亲友 我喜欢轻松无压力 让自己可以尽情享受旅程的旅行方式 搭乘台湾好行东部海岸线 既可以不用绞尽脑汁安排旅程 又可以避免一边开车 一边Google地图找路的危险 这样的旅行才是休息呀